人到了中年 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 在事业上比较容易取得成功 同时也会获得丰厚的财富 可以说中年是人生的一个大转折 决定着后半生的命运 那么 十二生孝后半生运势如何呢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一生孝数 孝数人前半生都会因为坎坷的命运而困难不断 出身一般 没人赖 没资本 只有在不断积累经验以及完善自己的心态之后 才能够有这发迹的可能 算是后半生最有福气的 贵人 财富 运气都能拥有 孝数的人金钱运势是比较旺盛的 一生中很少会出现金钱方面的困扰 从小到大 孝数的人运气往往都是非常好的 小的时候 孝数的人会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青年的时候 孝数的人能够过得自由自在 中年的时候 虽然孝数的人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总算能够应付过去 到了晚年 孝数的人 运势渴望更入佳境 即使不会取得多大成就 一生也算过得平坦安然 二生孝牛 蜀牛人为人坦荡 命中一路不少 但财博早年不拒 后半生开始受人尊重 是非减少 归人助力事业大踏不向前 能有一番作为 财运随之高升 成为位高权重之人 父母抗健 工作家庭都美满 安乐享福 蜀牛的人财运也是非常坎坷的 起伏比较大 蜀牛的人平日里非常忙碌 然而忙碌中却难以得到应该得到的收获 卫生计四处奔波 生活并不安定 另外蜀牛的人从小都没有理财意识 总是会出现不服出的局面 所以学习理财也是蜀牛的人重要的工作之一 因此蜀牛的人的一生财运是比较平淡的 三生孝虎 属虎人年轻时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个人之处 因性格高傲 职场中想表现一下 还容易被小人打压 只好默默等待机遇来临 黄天不负苦心人 后半生机遇来临 付出得到回报 不仅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钱财收获也是很丰厚的 属虎的人对于金钱一般都不会看得很重 平日里也会有些浪费 消费的时候有点不佳节制 很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在理财方面 属虎的人缺乏理财意识 不过属虎的人财运是比较好的 一生之中是很少有缺乏金钱的时候 而且属虎的人很拼搏 没有钱了会激起他们的攒钱欲望 四生孝兔 属兔人计谋巧妙 什么事都喜欢在心中盘算一番 过而没有什么大灾大难 平安一生 他们后半生出现异性贵人 百事如意 工作得到新的际遇 把握好可一鸣惊人 年龄虽长但桃花不减 已婚者要小心烂桃花出现 属兔的人的财运运势是比较平稳的 属兔日常花销比较大 从来都不会吝啬自己的 属兔的人天生爱美 喜欢享受生活 因此虽然平时有一点财运 但是往往是入不敷出的 属兔的人横财运运势是比较好的 但是情绪对于属兔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情绪会影响属兔的人的财运运势 因此属兔的人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情 五生孝龙 属龙人很难和不同领域的人才相处甚欢 个性独特 有傲气 所以前半生没什么朋友 哪怕是有才华也容易有坎坷 遭人排挤 只有年龄建长懂得人情事故后 才能走运 后半生事业高升 顺顺利利 属龙的人淡薄名利 而且不受世俗偏见的束缚 属龙的人往往把金钱看作是实现目标的工具 获得和支出的金钱数量都很大 同时属龙的人也不懂得理财 如果能适当地调整一下对金钱的态度 做好理财的计划 那么属龙的人的财运运势也是相当不错的 因此属龙的人的财运运势是需要自己把握好的 六生孝舍 属蛇人头脑聪明且才华注重 脑筋转得很快 思维也比较敏捷 非常有野心 属蛇人的事业是从后半生开始渐入佳境的 事业越来越开阔 工作能力也越来越强 事业带往财运 从此大翻身名利双收 属蛇的人虽然把金钱看得不是很重 但是属蛇的人一生的金钱运势是很不错的 有很多挣钱的机会 一生中很少因为缺少金钱而苦恼 属蛇的人是一个很勤劳的人 因此属蛇得到人很容易得到各种工作机会 只要属蛇的人抱有投机心理 踏实工作就会有收获 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属蛇的人偏财运势是不佳的 不是一赌博 其生效嘛 属蛇人的年轻时代是迷茫的 好多无关紧要的是浪费了他们的精力 致使困难重重 好在后半生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 一旦积累了足够多的人脉和经验之后就是属蛇人扶运林门的时刻 属蛇的人金钱运势是要从多方面看的 首先属蛇的人很善于挣钱 总是能够为自己的挣更多的财富 其次从理财的角度看属蛇人的金钱运势 属蛇的人不懂得理财 他们总是喜欢把钱存起来 没有财生财的观念 另外属蛇的人人喜欢热闹 喜欢享受奢侈的生活 在消费的时候不加劫持 有浪费的倾向 八生效仰 属蛇人有耐力 有责任感 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 善于社交 有很好的贵人运 后半生红于囊头 得上天的眷骨没什么波折 贵人助力万事如意 身边机遇多 把握住机会 可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 财运也节节上升 属蛇的人的金钱运势起伏不定 难以保持稳定 属蛇的人对金钱比较苛刻 属蛇的人财富来源不是很稳定 但是如果属蛇的人不浪费金钱 那么财务状况一般是不会出很大的问题的 另外 如果属蛇的人想要取得更多的财富 获得更多物质方面的享受 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 有效地运用本身已有的财富 久生效后 属蛇人天生聪明伶俐 心思灵活精于算计 无论是创业还是发展事业 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方式 但是却往往会因为好生性过往而把事情搞砸 后半生属蛇人更加成熟 不再急躁 事业成功率高 也能够有着稳定的生活 属蛇的人一生的金钱运势是比较平稳的 属蛇的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赚钱机会 如果能够把握机会 属蛇的人会得到不错的收获 不过 属蛇的人却不善于理财 不擅长做计划 对金钱也不吝啬 不太重视功名利路 也很少为此烦恼 如果属蛇的人懂得做理财 会有很不错的财富 是生肖机 属蛇人的身上隐藏着无限的潜能 非常有实力 因年轻时不懂得如何去展示自己 发挥自己的才能 错过了很多升官发财的机会 而在后半生属蛇人好云望不停 财富大获丰收 事业一鸣惊人 从此顺心又如意 属蛇人一生的金钱运势是比较平稳的 收入多支出也多 属蛇的人有着很强烈的金钱欲望 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很大 不过属蛇的人天生就喜欢奢侈 虽然收入很丰厚 但是支出也很多 很少能将钱财积蓄下来 对于属蛇的人来讲要学会理财 至少要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十一生孝狗 属狗人性格洒脱 桀骜不逊 总是一副晚事不公的样子 没有认真的态度 过而会遇到很多困难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它们好运就是后半生才开启的 虽起运晚但各方面都能稳步向前 不再有磨难 属狗的人的金钱运势很一般 属狗的人一生没有太好的偏财运势 主要走正财运 属狗的人不太适合进行大的投资 因此属狗的人主要收入来源是工作 属狗的人在工作中需要常常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 改善自己的个性 勤奋努力 才有成功的机会 才能够获取更大的财富 十二生孝猪 属猪人性格中有着坚毅的一面 能够咬牙坚持面对任何困难 不抱怨 不服输 这样的人很有后福 属猪人后半生事业顺利 做得好会有一些小名气 也能累积到理想财富 万年儿女孝顺 都是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属猪的人的财运运势 主要掌握在属猪的人自己手中 属猪的人其实是一个财运很好的人 可惜属猪的人却不懂得理财 不懂得一财生财 不过好在属猪的人也从来都不乱花钱 属猪的人往往不能拒绝金钱的优惑 只顾自己的利益 甚至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会不择手段 所以属猪的人要努力克服这种对金钱过度的贪婪 以免误入歧途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刚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